各位观众,心事台 我们今天在城市大学 坐在我旁边 请到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的 助理教授何敏尔博士 多谢你何博士 多谢你 很开心我们可以来到城市大学 你帮我分享一个很特别的题目 就是幸福 你知现在 我不知为何香港很多争拗 你知我们不说争拗 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其实是否我们不够幸福 或是我们不够开心不够好 什么为之开心 什么为之快乐 什么为之幸福 如何看待幸福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而我们的研究 我们发现 其实幸福都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可能一般人会觉得 快乐 情绪上觉得很开心 就是幸福 但其实是否只有情绪指标 都这么简单 其实是不一定的 在我们研究里面发现 其实幸福感 包括例如我们和人制之间的关系 例如和朋友的相处 和家人的相处 是否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能不能够去投入 例如我们工作上 或者学业上 我们可不可以很积极去参与 我们去投入去我们的工作 或者我们去分身去做一件事 这个投入感 而另外我们也有研究一下 我们有个幸福感 其实来自我们人生有没有目标 我们能不能够去 有一些目标 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意义 我们可以追求得到 另外就是我们 在认知层面上 我们得不得到满足呢 例如我们在无论工作上 或者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感受到一些满足感 其实这些不同的元素都会影响 我们感不感受到幸福 原来快乐是一个感觉或感受 而幸福感是比感受更加丰富 例如我做到死下死下很辛苦 不过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我做到很开心 未必是笑出来那种开心 觉得很有成就感 或者做了事很有意义 甚至说我觉得公司的同事挺好 这都会令到自己幸福的感觉 是的 就不一定笑其其才是幸福 不一定 我想这个快乐是其中一个指标 刚才你说工作上很有投入感 我能够很有那份成功感 其实这些都会令到我们很幸福 OK 怎样可以增加幸福感呢 其实开心就容易理解 有些人说我做运动都会觉得开心 有些人说让我肿落合彩我就开心 有些人说我下班会看一场戏 看一场戏我都会开心 那幸福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 其实跟做运动都差不多 我们做运动平时锻炼的肌肉 同样地我们去学习幸福感 都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练习我们可以做的 例如我们都知道原来感恩 喜欢感恩的朋友 他们的幸福感是会高一点的 那怎样可以学习感恩呢 例如我们每一早起床的时候 一份醒我们可能说我们很感谢 例如上天仍然这一刻都给我有生命气息 例如乘搭车的时候 我们能够很准时回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无论是学校或工作的场所 我们都可以很感恩 都很平安的路途 还有可以能够司机很准时 让我们去指定的时间 到安全的目的地 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 这些练习是可以自己去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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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